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股市的最新动态 日经225指数下跌0.7% 结束了连续两天的上涨 而日元对美元汇率则上升0.6% 达到146 全球市场因美国经济放缓 和日元波动的担忧 而动荡不安 接下来我们看看资生堂的情况 这家日本化妆品巨头 在报告上半年亏损后 股价大幅下跌并停止交易 资生堂将亏损归因于中国需求疲软 和美国生产问题 公司报告称 今年1月至6月的运营亏损为27亿日元 与去年同期的136亿日元的利润 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我们来关注香港股市 由于对中国内地消费疲软和通缩的担忧 香港股市接近4月以来的最低点 恒生指数下跌0.7% 科技指数下跌1.2% 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芯片制造商黑芝麻国际控股 在香港交易所首日暴跌29%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NN 日本股市的反弹迅速失去动力 美国经济放缓的阴影和日元波动 再次笼罩全球金融市场 周四日经225指数下跌0.7% 结束了连续两天的上涨 而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0.6%至146% 此前日元在周二和周三合计下跌了近2% 尽管日本央行官员的言论 曾使投资者暂时安心 但周四的含义蔓延到了欧洲 欧洲基准Stars Europe 600指数下跌1% 德国DAX和法国KX40分 别下跌0.8%和1% 伦敦FTSE100下跌1.1% 美国期货市场也显示出疲软的开盘信号 周三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 在金融市场不稳定时不会加息 他试图缓解的市场的紧张情绪 然而日元的波动仍然很高 全球交易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资生堂股价在周四创下近37年来最大跌幅 导致交易暂停 由于中国需求疲软和美国生产问题 该公司报告上半年亏损27亿日元 约合1840万美元 而去年同期利润为136亿日元 资生堂一直在采取措施建立可持续增长 并提高盈利能力 包括削减成本和为1500名员工提供提前退休机会 中国是资生堂在日本以外最重要的市场 但中国消费者需求疲软 继续拖累其旅游零售和在中国的销售 导致上半年整体利润下降 资生堂的股票在周四早盘交易中下跌了16% 几乎抹去了最近的所有涨幅 推动养老金投资者将资金投入成本更高 风险更大的资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虽然英国养老金基金投资于私人市场的比例 远低于一些同行 但他们可以通过增加为上市股票投资来提高回报 并促进经济增长 巴格2023年 MansionHass协议的签署方正在开发新基金或工具 以增加为上市股票投资 凤凰集团与施罗德合作成立了私人市场投资管理公司 未来增长资本 初始承诺投资10亿英镑 未来10年内可能增加到100亿至200亿英镑 尽管如此 投资者的热情并不高涨 只有7个签署方表示其客户支持 增加为上市股票投资 主要问题在于费用 私人资产的成本通常较高 因为这些资产通常不太成熟 难以复制 且更依赖于主动管理 英国的努力过于分散 市场需要更大规模的流动性 多样化和成本控制 金融时报报道 音乐行业正经历着流媒体增长放缓的宿醉期 华尔街终于意识到 流媒体的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 上个月末 行业领军企业环球音乐公司 UMG宣布其流媒体收入增长显著放缓 导致公司市值在一天内缩水超过20% UMG首席执行官卢锡安 格兰奇敦促投资者关注长期发展 而首席财务官博伊德 穆尔则表示 并不过度担忧 尽管如此 市场反应强烈 实际上流媒体增长放缓的警示信号 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出现 去年10月 环球音乐宣布了一项成本节约计划 并在最近几个月 裁减了数百名员工 今年3月竞争对手华纳音乐 裁员4% 并在今年2月宣布计划在裁员10% 尽管如此 环球音乐的财务表现并非全然糟糕 公司在本季度的收入仍增长了9% 主要得益于实体音乐的强劲表现 超级粉丝们纷纷购买黑胶唱片 然而 华尔街更关注流媒体收入 因为流媒体收入占环球音乐总业务的一半 环球音乐和竞争对手 正努力重新点燃增长 他们计划推出一种超级粉丝服务 向最狂热的粉丝 收取更高费用 以换取提前获取音乐或商品的特权 南华早报报道 全球安全的健康方法 涉及到如何消除当前阻碍 我们扶植的区域和全球安排 中国医学长期以来强调气的畅通 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同样 人类社会也需要畅通无阻的区域和全球安排 以实现共同繁荣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亚太区域中心 通过在区域行为者和全球立法机构 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展示了区域整合 与全球系统相结合的诸多好处 然而 旨在排除或分隔人民 和国家的区域或集团安排 可能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巴哈欧拉曾写道 人类的福祉 和平与安全 只有在其统一得到牢固确立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 各个世界人口的部分都有独特的见解 和丰富的经验可以分享 全球贫困消除 环境保护 性别平等 老年人照顾 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和智力 全面发展等问题 是共同关切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挑战 探索替代排他性集团形成的包容性 和凝聚力空间 以促进全球发展 最终将增强所有人的健康 安全和福祉 《悉尼晨风报》报道 澳大利亚工业家 罗德里克·霍华德·卡内基爵士 在40多年的时间里 作为一名工业家 管理咨询先驱 公司董事和自由市场 及劳工改革的倡导者 活跃在澳大利亚商业舞台上 卡内基在2024年7月14日去世 享年91岁 他以其显赫的背景 和直言不讳的风格而闻名 但在精神和作风上 他并非典型的保守派 卡内基生于1932年 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和牛津大学 并在哈佛大学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62年 他回到墨尔本 创办了麦肯锡的澳大利亚分公司 后来成为母公司的董事 1972年 卡内基加入矿业公司 CRA担任财务总监 并在1974年至1986年间 担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 在他的领导下 CRA迅速扩展了煤炭 鱼土矿和铁矿石资产 并发现了西澳大利亚的 阿盖尔钻石矿 卡内基以其对管理 和工作文化的改革著称 他强调个人需要 对公司的产出负责 并应相应地受到奖励或惩罚 卡内基在1996年的 HC库姆斯演讲中 强调了公司需要 以道德和可持续的方式 形式的重要性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股市在4月低点徘徊 交易员因对中国大陆 消费疲弱和通缩的担忧而避险 恒生指数下跌0.7% 至16760.52点 科技指数下跌1.2%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5%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1% 韩国Kospi指数下跌1.1% 澳大利亚SMPASX200指数下跌0.6% 追随美国股市隔夜的跌势 比亚迪下跌3.9% 美团下跌2.3% 阿里巴巴下跌0.5% 紫金矿业下跌1.2% 因中国央行连续三个月为购买黄金 全球市场波动不安 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衰退 日本货币紧缩和AI 驱动半导体公司股票的全球抛售 感到担忧 中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可能同比上涨0.3% 生产者价格指数 可能连续第22个月下跌0.9% 黑芝麻国际 在香港首次交易中下跌25% 至21.15港元 南华早报报道 专注于自动驾驶系统的 中国芯片制造商 黑芝麻国际控股 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IPO中下跌29% 至19.90港元 低于其28港元的发行价 市值为113亿港元 恒生指数下跌1% 科技指数下跌1.6% 这是根据证交所第18C章规则 进行的第二次 IPO该规则放宽了 对专业技术公司的要求 公司募资10.4亿港元 成为今年继四川百茶百道 和SIRUS Aircraft之后的 最大交易之一 黑芝麻国际计划 将80%的IPO收益 用于未来五年的研发 其余用于采购材料 服务和软件 公司收入在2021年至2023年间 分别为6050万 1.654亿和3.124亿人民币 净亏损分别为24亿 28亿和49亿人民币 公司表示 由于研发费用巨大 预计今年亏损将继续 美联社报道 亚洲股市在周四 早盘交易中下跌 受华尔街科技股下滑影响 日本日经225指数 早盘下跌2.4% 至34264.75点 澳大利亚SMPASX200指数 下跌0.6% 至7652.70点 韩国COSPE指数下跌1.8% 至2523.52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 至16694.63点 尽管周三华尔街下跌 但跌幅不及之前的剧烈波动 日本官员试图平息 对潜在加息的担忧 日元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 投资者也密切关注 全球企业财报 台湾7月贸易数据 预计将显示出口和进口增长 华尔街的NVIDIA从早盘上涨4.4% 转为下跌5.1% 成为指数的最大拖累 而苹果上涨1.2% 部分收复了早前的损失 美国原油期货的上涨16美分 至每桶75.39美元 布伦特原油上涨11美分 至每桶78.44美元 悉尼陈风报报道 加能科取消玻璃煤炭业务的计划 凸显了碳密集型公司 与其支持和反对化石燃料的投资者 及环保活动家之间复杂的关系 尽管看似矛盾 加能科的传统煤炭支持者 环境敏感的投资者 和外部活动家 都希望公司保留其煤炭部门 加能科曾计划将其煤炭业务 分拆成一家独立上市公司 以减少其炭足迹 并提升市场评级 但投资者认为 煤炭业务带来的现金流至关重要 加能科是全球最大的海运热煤 争献了其收益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玻璃煤炭业务 不仅会减少加能科的现金流和收益 还会削弱其开发和扩展铜 新 涅和股等资源的能力 尽管环保投资在几年前达到顶峰 加能科承诺逐步减少煤炭生产 但玻璃煤炭资产 可能会导致这些资产 在更支持化石燃料的美国环境中 扩大生产 反而增加排放量 因此环保活动家 也更希望这些资产留在加能科内部 中国AI初创公司Monshot AI在国内激烈竞争中 将其Kimi大语言模型LLM的一项新功能 价格减半 Monshot将其上下文缓存功能的价格 从每分钟10元降至5元 这项功能可以显著提高效率 并降低成本 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 如阿里巴巴云智能 百度 字节跳动 和腾讯等 都在今年早些时候 开始了一场价格战 导致AI初创公司面临盈利压力 Monshot在今年早些 有些时候宣布其Kimi聊天机器人 可以处理多达200万个汉字的单个提示 并计划进行新一轮融资 估值超过30亿美元 另一家备受关注的国内 AI独角兽公司智谱 AI也宣布将其DLM系列 LLM的价格降低90% 这些价格战 不仅仅是简单的价格竞争 更代表了技术创新的推动力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金融犯罪惊悚骗 金手指 基于香港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 反映了香港在追求快速致富过程中 对金融诈骗的脆弱性 电影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 出加利案的崛起和崩溃 通过复杂的欺诈和腐败网络 加利集团的管理 曾认为的抬高了集团的市值 导致香港股市的投机泡沫 最终公司在1983年破产 导致投资者和银行损失惨重 香港廉政公署 ICAC和其专责小组 对腐败和欺诈行为 进行了长达近20年的调查 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 电影导演间编剧庄文强表示 金手指反映了香港和新价值观 尽管他最初并没有打算这样做 许多香港人专注于追求利润 但这种价值观 有时会导致悲剧 近年来 香港的金融诈骗案件不断增加 网络犯罪案件的损失 在202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1% 达到26.6亿港元 庄文强认为 尽管香港在打击新型金融诈骗方面 加强了法规 但诈骗者总是走在前面 愿意冒险进行犯罪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读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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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